另外台北線中和華新街上午舉辦了泰國潑水街活動了 這次還特別請來藝人瑤瑤 原本外界預期 瑤瑤應該會被潑到滿身濕噠噠的來創造話題 但是沒有想到她今天只是上台 唱了兩首歌 唱完就離開 讓現場民眾好失望 潑水大戰 水槍水盆大水桶能裝水的通通出籠 瑤瑤現身唱了兩首歌後 匆匆離開 可惜沒有跟民眾同樂 前往年都會過來玩 所以就是還滿可惜 這次沒有辦法下去 因為等一下還有工作 對 那不會男性說下去了 其實就潑很大這樣 就變成潑很大 其實不會 其實越被潑 因為媽媽說被潑到水 就是一種祝福 是別人給你的祝福 所以越多人潑你 代表有越多人給你祝福 泰國潑水節活動 大朋友小朋友豁出去 全身濕透透 祈求好運 追星完黃建委 李時會 SNG小組 台北報導